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現在有AV兩個木塊 質量都是小M 並排放在光滑的水平面上 現在有一個子彈 以水平速度V 先後打穿兩塊內木塊 打穿第一塊木塊的時間是T 打穿第二塊木塊的時間是2T 他說弱子彈在兩木塊中的阻力都是F 假設阻力都是F F相同 問AV兩塊的木數為F A木塊的木數我假設V B木塊的木數我假設V 我們現在來看 在第一個T時間內 它是兩個一起跑 那兩個一起跑的話 我把這兩個看成一個系統 這個系統受到多少充量 受到呢 Target和阻力是往這邊F 那麼Target和推力 就是往這邊F 所以是FT 這個子彈給這個系統的總充量 前T秒時間內的總充量是這個 這個是等於這個系統的動量變化 它應該是禁止 後來動量的話 是等於兩個一起的話 是2M 乘以V1 那我就知道什麼呢 知道這個V1是多少 V1是等於2M R分之FT 這個是A的末數 經過T秒以後 它已經脫離了 就已經脫離那個F了 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開始射這個V 也就是說 這個A的話就留在後面了 它的速度這個時候是 這個速度的話 這個時候是長速 是等速運動 然後呢 這個子彈繼續給這個V 繼續推 那繼續推的話 那現在 第二個階段 子彈給V的充量是F 乘以2T 就是F乘以2T 這是子彈什麼呢 子彈給V的充量 子彈給V的充量 等於V的動量變化 是等於V的末數叫V2 M的V2 扣掉呢 那個 V的初速 V的初速呢 就是說 這子彈離開A時候 那一個時刻的 速度叫初速 就是V1 減掉M V1 這樣我就可以算出什麼呢 算出這個V2 那我這樣的話 V2 V2 減掉V1 V2 我把M點除過去 M分之多少呢 2LT 那我把它加起來 這個式子 加這個式子 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 這個V1消掉 這個叫V V2點多少呢 V2 等於是2加2分之1 就2分之5 2分之5 乘以多少 M分之MT 這樣子 那這樣我就曉得 他是問哪個V哪個 到AB兩目快末數的比值 這是V1 比上這個V2 這多少呢 就是這個 這個一樣 這個跟這個一樣 所以2分之1 比上2分之5 2分之1 比上2分之5 所以是1比5 所以這題的答案 應該選A 應該要選A 一個比4分之1 比4分之1 2分之1 谢谢观看